Hello大家好,这里是由WP欢迎为大家提供的WordPress新手入门视频教程,我是转眼西瓜 我们今天来继续讲一下WordPress的入门教程4.3加,就是如何删除页面 删除页面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简单,让我们看一下,其实也是蛮简单的 我来操作一下大家就明白了 这是我们创建的很多页面,比如说有个叫TigerPage 我们直接点一致回收站 这时候如果有人想访问这个页面的话 他其实在前面是没办法访问的,因为他已经在回收站里面了 像我们在进行删除一个页面的时候 他会先回到回收站,然后呢 他有选择是否还原或者永久删除,这里我们先把它还原 还原之后他又回到了已发布这边 我们看一下,这是这个页面的一个内容 好,然后把它开一个新的页面浏览器 好,这时候如果说管理员在后台在编辑页面的时候 把这个移植回收站了 虽然并没有完全删除 但是对于一个访客来说,如果你刷新 这个链接刷新 有点尴尬,无法显示 就是因为这个页面已经被删除掉了 那么如果说你作为一个管理员来查看这个页面的话 其实你也是看不到的 也是会找到的,因为它其实确实已经被删掉了 如果说你真的觉得某个页面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 你可以选择彻底删除或者清空回收站 就像是我们这里讲的一样 选择彻底删除之后 清空回收站之后 他说会一直存在回收站中 除非清空回收站会一直存在 还可以还原 那么好,我这里点击永久删除 好,就没有了 那么这篇文章就再也不存在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 就讲完了如何删除 Wordpress里面的页面也好 文章也好 文章也是相同的操作 可以看一眼 文章 谢谢你好 把它回收站 它也是有回收站的 像上一个讲的一样 文章和页面的概念非常相似 好,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